零标题 美军通报至此闯美计较 出现一个罕见的新说法 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8日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计较临近海域 引发中方强烈反应 南部战区海空兵力跟踪监视 并予以警报驱离 从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里 8日有关美方行径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 是其大搞航行大权 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美 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的表述 老刘并没有找到与之前美舰闯南海市 战区发言人表述非常大的不同 第七舰队声称 美国在美界交12海里范围内从事正常行动 老刘大胆预测一下 这或许更像是借着本次美舰闯南沙的举措 向中方宣告以美国航母为首的强大海军兵力 又回到南海周边海域了 在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又将在南海相关海空域 开始一轮高强度的航行自由行动 或者联合演练 外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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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滅